一次换编 一批 这手三班 到底是不套路吗 又要空班 还是选择班了 班了 班了绿毛的这一手招牌的稻草人 这感觉每个队都在班绿毛的稻草人 太明了嘛 要针对一下 确实够紧好吧 绿毛的稻草人 这边三班 看一下选一手 要班什么 奥文 奥文万豪都在外面 不万豪当然 奥拉夫 奥拉夫这一手没有前期未班 那再把你们看一下万豪 万豪这英雄感觉还是蛮猛的 他那个护盾太阴霸了 看一下京东这一手选择 现在MF也没有在外面了 看一下选什么会比较好一点 鳄鱼 鳄鱼蜘蛛要不要一起出 鳄鱼蜘蛛如果能选出来的话 感觉对射体的威 哎 鳄鱼加塔利亚也可以 就只要这个 这种组合选出来 感觉上路压力就非常的大 这把要给卡莎拿一个前期稍微有点节奏的英雄 不然 感觉上路可能要被针对的很惨啊 选个什么样的打野才能二比尔打过呢 蜘蛛 还蛮不错 卡之客嘛 这开始整活了 这个英雄 在平时的rank也非常的难看到 但是 可能卡莎觉得就在野区上的队位有优势吧 哎呦 这把 攀生有了呀 攀生在外面 这把所有阵容都是 给颜鹊 当工具人的 这边可以搬一下莫甘娜了呀 如果硬要打这个套路的话 感觉莫甘娜挺烦的 依瑞先搬一手 这把剩下的ADC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塞纳也没了 两边AD都难选 这边还要搬AD吗 如果还要搬AD的话 可以想一下吧 什么卢仙啊 卡莎卢仙都搬掉 都搬了好了 反正两边都真的都不好选了 现在剩下里面AD最强的应该就是卢仙了 这是女先搬一手 卡莎 这边要不要直接选卢仙 我觉得没问题 因为这手卢仙选完 套波这边没什么AD可以选了 沙皇 那这样来看的话 这不好说啊 会不会是 这塔利亚ADC 好像搞起来了 这真是塔利亚ADC了 这手大头应该选不了吧 选手金克斯 金克斯还蛮不错的 会不会京东之约是兄弟组合 双人路让潘森去啊 我的天啊 潘森辅助还真有可能 因为绿毛的话 他的英雄词就是 比较喜欢玩 主要他这个真的很能摇 不是辅助的辅助 不是辅助的辅助 他这四手 你真不好说 潘森鳄鱼都能摇的 鱼锦加塔姆 鳄鱼一般就不太摇了 就是这个攀森 可能能摇去辅助吧 鳄鱼走上这吧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琴女加塔姆的下路 这手琴女加塔姆 选的非常的聪明 因为不管你怎么摇 你的下路 塔利亚ADC 是打不爆这个组合的 而且越往后打 琴女加塔姆就越厉害 最后一手 感觉选个辅助吧 潘森这把走中 没什么毛病啊 潘森打蓝波也是好打的 OK 来了 还是塔利亚去走双人路 然后 对 潘森走中 对 没什么问题 这个选人 然后看一下韬鱼这边 韬鱼这边 也是比较常规的一个选人 就是 打在这边看一下 能不能有奇效吧 还是能绿毛去 潘森 还是换了过来是吧 中单太太 这都把我们整晕了 终极之遥 这中单太坦 中单太坦说实话 没有潘森中路厉害啊 我觉得 潘森在中路肯定是有一个支援流的一个作用的 对 主要是打蓝波的话 我觉得你 泰坦 就拿线拳可能没有那么轻松 泰坦会疯狂被推线 那可能 但是有一点就是配合上打野 会不会有可能针对一下蓝波 但是你就算要针对蓝波的话 你也是潘森容易一点 我潘森盖上去就直接晕住 是不是 也是 那也比泰坦好啊 但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吧 就中路我选个泰坦 可能裸个深渊面具什么的 我也好推你线 但感觉深渊面具也不会出 太贵了那东西 可能还是正常出推推棒的 就花里胡烧起来的 花里胡烧的 对对对 那这个岩雀它要到下路去打一个AD路的话 你觉得 这把效果会怎么样 岩雀打AD其实还 rank里面还蛮常见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岩雀ADC就是 这个阵容打到后面会非常的缺AD AD输出 如果金东这边崩了的话 会非常难打 而且涛博这一把下路选出来的组合 非常的聪明 他这个组合就是 你必不可能打爆我的组合 除非像那一把 就是事业赛那一把IG 就直接你 你情侣加塔姆一级就直接把你打爆了 不然感觉这个组合真的非常难抱现 而且这把涛博卡塔选到一个螳螂 我比较想看两边也去争夺的情况 螳螂的话 说实话打虾子还是有点小裂的 就一打一的情况下 甚至虾子到六级的话 螳螂也去 都不能见到这个虾子 他觉得螳螂选得很自信 对 就秒选 我觉得可能有点上当了 他可能 螳螂是用来打塔利亚的 你知道吗 这螳螂打塔利亚确实是好打的一个选择 直接所有人进来 蓝区给点个眼回家 即使符文的话 螳螂是带了一个黑暗收割 然后潘射这边是点了一个强攻 那下路的爆发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这把奈特的蓝博 并没有选择带一个 狼头来支援队友 选择带一个爱里来打 不是爱里是一个 彗星 彗星来打一个线上的压制 这边卡一下位置 但是 并没有成功 也不太敢压 对啊 潘射加炎雀的组合 在下路 应该是要到三级才有 进攻的时机 前两级的话 还是比较一般 中路牙膏直接点一个 下来就凶子 点鱼阵 学W直接 把耐特捶了一半血 而且站在这个位置 不让耐特吃惊面 不让耐特吃惊面 非常的猛啊 这边嗑着药 耐特很难受 又被敲了一下 而且卡了个两级 还踩一下平衡 直接单杀 这边耐特 连治疗都没有交出来 应该是真的没有想到 牙膏这一手 泰坦会这么凶 对就没有想到 能打出这种效果 就我一开始想的是 南波中路随便推这个 这边直接打起来 这边直接打起来 但是被反应过来了 直接一个DF2连 情侣后退之后 越塔了 潘尘直接被塔打死 这边 楼肯被吃了回来之后 那还是没了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要不要让给情侣 情侣追不上了 一舌头填死 这个两级越塔越的 就是能秒掉 他想的所有伤害 冠上想秒掉 能秒掉 但是差那么一点点 说实话连招是连上的 这边螳螂也是常规刷野 杀到了上半区 傅希是点了一个灵光披风加水上行走 也是没有选择起敌的鞋子点法 这样的话在野区的对拼起来 移速会更加的快 更加的好操作 那这样的话 京东这个下路套路选择说实话非常的难受 这波打完已经有点 有点小分 但是卡莎也在后面 这波看一下奈克能不能顶住 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 这边奈克有点残了 而且卡莎上来之后 自己其实也被打了一号 下子上来摸眼 A了一下 这个Q能Q到吗 看一下这个Q Q到了 交出闪现 Q到了闪现位置 但是闪掉之后 踢下来的369 然后亚高回头勾一下 有技能吗 技能都在CD 并不能换掉人 那这波369的TP 力大功 帮助队友拿下一个泰坦的人头 而且这个泰坦 是交了一个闪现死的 非常的亏 主要这双路前面 艾罗里也说了 情女加上塔姆 就选出来抗压的 本来就是抗压的 你让一个抗压的上人路 前下还反打拿到优势 就非常的难受了 是吧 对 上路的话 因为前面万豪是先踢了一波的 所以 所以这波是有 我也以为他回过家 369这边是刚踢了中 直接走上来了 我也以为他 更新了一波装备 那这样的话 还要再搞耐特吗 没有闪现的 耐特这边没有DF 能勾到的话还是能杀的 看一下耐特有没有给到机会 卡了个位置 而且队友也在 野区里面打了起来 耐特这波应该不能吃兵线了 要等到下一波小兵上来才能吃 这边秦家塔姆也想包过来了 但这个位置打起来的话 秦女家塔姆还蛮厉害的 还走了 这边没有试验 还是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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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卡拿比的虾子 还是打得非常的主动 绿毛 好 还想动 还想动这边 耐特 4包1 来了 让你们中路经常4包2下路 我下路直接过来4包1中路 但这波感觉有点玩脱了呀 好像并没有机会 耐特的位置 太坦勾住之后 三六九来了 接上绿毛的W 没有闪现 应该要马上去世了 太坦还在追 但是 这波三六九 那他没有死 两边一拉先流到了 卡拿比 这波万还要无敌了呀 身上 征服者出发之后 这边像个战争一样 能活下来吗 好起来满了 这边 天哪 这波三六九 而且还闪现 跑掉了非常 就像拳王战身一样入场 但是与此同时 因为绿毛不再下路 套波的双方路 不让 不让洛肯持进一样的难受了 这波兵好像吃不了 这波不能被舔到 舔到就要没了 哦 完了 一个岩突突得非常好 把他们先突走 不然要死了 这波京东本来想找机会 我觉得他们有点 太 本来已经得逞了 对吧 就追到那个位置了 还有点想趁体病 要紧命 就主要把奈特逼走 已经很好了 对 还要非要杀奈特 就给套波这边 做出反应的时间太多了 这边还要蹲 这边洛肯可能要直接被秒掉 情侣一个QA 还差一下 冤家以及平A收掉之后 施了一下 自己的ADC 保一手情侣 小心一点 可拉米在侧夜 哇 被Q弄了 直接Q到 而且盲森这边 是有6级的 看一下怎么操作 盖完之后 一个进化解掉 目标选择 选择杀塔姆 塔姆开出一个盾之后 伤害有点不够 但是牙膏赶了过来 看一下怎么说 牙膏扛一下 这个QQ到之后 直接把塔姆收掉 可能也甚至被 虾子一个大招收掉 虾子没有大招 直接就平A收掉了 这伤害非常的高 现在前面 京东是非常劣势 但在这波又找到了 一波反打的机会 而且好像还要蹲 这波情侣上线的位置 好像被蹲到了 韩森子一个一个盖 夹子一个大招 收掉了一个情侣 难受了呀 这下又 本来说线上好像 玩得好好的 压到二塔的位置去 感言确的 结果又被针对了 结果又上头了呀 这波 这波冰只能让塔姆 自己一个人吃了 看到下面野区 盲森频频露头 这边哈萨的选择 是过来先拿小谷先锋 但是其实京东并不亏 说京东让你先锋 自己还能拿小龙 他也不让啊 甚至不让 直接赶回来了 不想给 所以我想跟你 打一波硬碰硬 因为这个时间点 虾子好像比 比这个 螳螂要猛很多 接盘了呀 这京东这几波打得非常的好啊 一个钩子勾到了螳螂 能秒掉吗 螳螂一个跳跳走 而且顺势 顺利的把蓝buff给拿到了 这一波直接大招往下路去赶 想继续留人 要杀肥 要杀塔姆 一个沿途突回来 直接留塔姆就可以了 太肉了呀 根本就打不死 中路勾到了 蓝buff之后 蓝buff反手一个大招 想反打 这边伤害非常的高 一个红温Q 塔郎闪现 并没有收到人头 两个闪现 基本是同一时间交的 他打得太血腥了 这个导播镜头一直在切换 这边我们中路和下路一起打 导播都不知道切哪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训练赛 你知道吗 就是凶就是干你 上路这边打出一个红路 但下面与此同时又要来控小龙了 陶伯这边 虽然说先锋帮你打工了 但小龙 我要直接给你拿下了 看样子 京东并不想放 京东这边 这只能放了只能放了 瞎子在红了 拿不想踢 这没用放 这不放也太离谱了吧 直接一个太坦踢踢下来 不敢上啊 但是人有点少啊 这一波还是不敢上的 还是少一个人 还是少一个人 要得盲森过来 勾到了琴女 琴女被塔姆吞进肚子之后 这一波能不能继续打 塔姆自己很危险 但是绿毛开启一个E 咒自己也要死了 喀萨跳进去收掉这个人头 但自以为是非常危险 被牙膏A助咒 瞎子直接收掉这个人头 与此同时 Night也很危险 一个回血 一个一裤直接 踢到了三个人 盲森继续W摸眼过来 想继续流 琴女翻水一个大招 看一下技能 这个琴女应该是死了 但是 Night这里就不好追了 在Kanavi这边 手上是一个先锋 别按错了 冷静点 等会一按摸眼 不要摸眼 不要摸先锋好吧 老瞎子了 这一波只能说Kanavi 训练赛底神 哇 这波太帅了 他刚刚那个大招 神龙白尾摆到了三个人 这波中路 顶一下啊 吃一下钱吧 还要杀 但是在塔下 还是稳了一手 并没有上 这也是知道我们 今天 涛博和京东的 最后一局比赛 血腥程度 绝对是比前两局更大了 这职业拉满了呀 这波京东职业 所有人选择抱团中路 应该能把这个伊塔 顺利拆掉 这把虽然 虽然说就是 塔姆加情女 这个组合选出来 下路抗压 是抗压的非常的好 但是 但是被针对了呀 他后面两波被针对 太惨了 而且别人能动 你是不能动的组合 看一下这波Kanavi 刚刚露场 这波注意看 Kanavi的虾子位置 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打了一波保龄球 这一角 哇 全部起来 而且后续 上面Loken的沿途 放的有点小瑕疵 不然的话 可以把Night也给收掉 但其实 淘宝前面的优势还是很大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打团 团战 没有看到369 对 我们还没见到369 这个人他还没来呢 前面那波他不在 如果说等会打团 他在的情况下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了 这个人来了 就不好说了 来了 一个怀中暴昧杀 直接暴回鳄鱼 鳄鱼 只能66球了 还有一个果实 还行 这波369主要是想 把鳄鱼抱回来之后 队友能赶过来杀掉 但万豪这英雄 强势强 但缺点也是 留人能力不是特别强 诶 团战之后就被逮中 直接被秒杀 诶 说实话 应该 他应该想的是 这一波Night的中路 把欠往前推 看到一个落单的人过来 试着能不能去留 但留的是泰坦 泰坦特异还有Kanavi 而且泰坦加盲生的 这套组合 说实话 就是你一个小脆皮堂囊 肯定会被秒杀 中路杀一个大招 清兵 想 旁边想包吗 但人都在啊 哦 请你这个大招 大到了四个人 非常的漂亮大招 所以塔姆吃了一下 保护一手 能不能回去输出跟上 369来了 这波万豪的位置非常的好 在人群之中 但W已经CD了 哇 这波过后之后 是打了一波一块二 哇 这波闪现进场捐了呀 而且这边京东好像 还想在这个地方做埋伏 现在京东的阵容 就打得非常的舒服 就攀升加泰坦的双控制组合 配合上炎雀加盲生的高爆发 就简单粗暴 这波又选择一波入侵蓝buff 现在 整个野区都是京东的 横着走 因为就算你盲生先手蹲到 哦 不是 你螳螂先手蹲到了盲生 你还是打不过 想蹲谁 这边反倒又被先手到了 哎 拉波要交了呀 这边盖入住 盲生摸过去 甚至都还没打输出 绿毛的攀升 拿下这个人头 被这个蓝buff还能反 这波鳄鱼是有TP的打起来 这边逮到了一个落单的Loken 那还可以 看一下后续 把后续TOP能不能找到这一波机会去打 大家看鳄鱼能不能挑TP了 这波鳄鱼直接踢下来 看拿比好像要率先被秒掉了 这样的话 京东有点难打了 只能落荒而逃 牙膏也要被KASA收掉 鳄鱼踢下来 看到队友死完 只能去中路倾线了 而且这两波都是杀当的人头 这波KASA起飞了 真的舒服了 这波只能说 KASA找到了一波机会吧 因为他只有 他只有 在野区能秒的人 只有这个Loken 他第一时间把Loken秒掉之后 导致京东这边减圆了 所以他们会非常的好打这波团 这些Loken这把 因为是AD位的一个Talia 所以等级会非常的低 只有一个7级 伤害也非 伤害也不是很高 你第二个先锋 这下Talbo是可以拿下的 行动这边 看到先锋没的瞬间 要不要去把这条土龙给收下 想一想 牙膏是摔线动的这条龙 把队友摇过来 没事中路线他们先推进去之后过来 其实Talbo的他们的决策根本就不想过来的 他们打完下 我先往上路去赶 那这波应该是上一塔和下一塔的一波交换 我觉得369也别守着塔了 已经很多兄弟在等你了 你这波出去就要光速暴毙 369皱了皱眉头 感觉事情不简单 事情不简单 直接在自闭草丛挂街 不只是 这个位置都不安全吗 一个怀中暴毙他抱回去了 位置非常好 还可以 但伤害不是很高 反正369先被秒 开出W直接被秒掉 螳螂的位置 螳螂又想这边单秒了Lokan 但是队友这边纷纷是把369和KASA全部都拿下 这波是一波三打五啊 感觉有点没承住气 可能真的369想到的是 我不出去推线我手二塔中心吧 没想到对面的人是绕过二塔的位置 是直接过来的 而且这波甚至是连自己的W都没打出来 这边又在蹲了 一个盖盖住之后 两个Q 但摸眼上去很尴尬 自己没有距离 大招 又一个Q 有没有兄弟 WCD好了 直接下去 请你这波大刀的非常多人 配上南部的BBQ 但是 我一撕血这边KASA还没有死 369也有点山山来迟的味道 我刚刚 真的是 快问我为什么点凯弦这个KASA 这个KASA 疯狂回血这波KASA 给他玩花了呀这一局 两把盲生都玩花了 就主要 自信来了你知道吗 盲生这种英雄就是你自信来了 随便秀 怎样都能秀 大于心得是吧 是的 有时候其实玩英雄联盟就是这样 有时候玩自闭了 你就不敢操作 不敢操作就不会秀起来了 就你自信心上来了 就手打热了 怎样都能操作 你看 现在京东感觉整个队都像 气势回来了 就一直在你野区打架 这峡谷先锋拿的也是有点 没有办法 这不应该是时间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只能在这边放了 对 正巧碰到京东的人都在这附近 没办法 这不不放观众要发问号了 怎么不放先锋 那这样打下来的话 说实话 最主要是那几个终结的人 都是螳螂拿的 因为你螳螂这英雄 这打到团战还是比较废 就不管你操作的再好 你螳螂打到团战 只要京东这边五个人 密集站在一起 你就非常的难发挥 就像刚刚他虽然秒了Loken 但是他秒完之后 他自己其实是无处而逃的 就京东人站成一坨 他没有办法 对 你又不是杰那种英雄 就是你进去了 还能出来 有进有退的 而且其实螳螂这个英雄 我一直觉得就是 特别是逆风局 就根本就玩不了 是 这把甚至连战士都没有出 直接是出了 直接裸了两件穿头装 这蓝buff也是自己拿下 真就玩high了我跟你说 12级 而且这把等级也脸压了 脸压了对面打一两级 两级 就血量就非常的高 回家直接 你看你看这 你看这出的是什么装备吗 你看这出的是什么装备吗 看玉九头蛇 你都出了出来 这不整个血手 我还 他有春歌 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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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个春歌 换了个春歌 感觉感觉 不对劲 没必要 没必要 感觉太过分了 还是换了手春歌 这手春歌还是比较稳的 因为其实他不需要贪女九头蛇 他自己的W二段吸血就够了 这边有洞察到喀萨吗 喀萨这边是扫描 然后扫描知道自己这个位置没有眼 要不要偷 但喀萨也不知道这个潮里有人 只能在这等 这个时候喀萨11级 说实话在野区 一打一的战斗能力 现在还是可以的 有一个红惩戒的情况下 但京东这边很聪明啊 并不给你螳螂蹲到人的机会 基本都是两兄弟站一起 你两兄弟站一起的情况下 你螳螂要去先手一个 你哪怕先手这个塔利亚 潘森一盖接沿突 你就一套秒了 就很难发挥 这就是比赛里面 螳螂为什么没有路人局 厉害 因为路人局可能就是 就配合上比较少嘛 就大家会一个人进草丛什么的 给到很多机会 但你看京东这边就打得 非常的团结 基本都是两个人一起走 并不会给到螳螂这种机会 这条水龙的话 应该是京东可以无伤拿下 所以他们知道 超伯这边 这个阵容没有ADC的情况下 打不了大龙 大龙那边即使没视野也不怕 来了要针对 这边三个大招啊 直接下来 369 一个W 固定非常厚 一个闪现往后拉 但是 好像跑不掉了 绿帽最后一个Q 直接从此 这个全球流却是有点厉害了 对 京东这一把的阵容 还有这一手隐藏的全球流 就是他们这个下路组合 他们可以飞半个地图 这波螂来了 能不能找到机会 先给一个W反速 但塔姆这边开车过来 还是想留人 情女这位置 还要闪现一次没有死 但后续吐出来之后 一个 开了一个刺天使 但是最后还是只条 鳄鱼进场 这波非常的厉害 在人群中 钻来钻去 而且 还是被卡莎收掉 还是要被留下 这波少了个 少了个卡纳比啊 最肥的点 卡纳比不在啊 卡纳比想操作吗 算了吧 在这个高地的位置 这波服饰很好操作 还是有点小上头吧 这波京东 在秒掉 主要是 这边想的是什么 我把你上单和ADC都秒掉了 这波肯定能赢 但是 这波蓝波的大招 撒得非常的好 而且卡莎旁边偷的输出 也偷得非常的好 这 这把游戏打得有点像 人头马拉松 两边都互相在追 你一回我一回 看一下这里 其实还蛮危险的这边 还好是 开车过来的塔姆保下了 这边是天使也打开 可以看到蓝波这个大招 撒了三个人 基本烫满了 自己最后还展现出来 没有死掉 主要已经在打了大龙附近 这个位置 先是塔利亚被 这边的喀萨给留下 但是后续的话 因为情侣 也是被 卡拉米给收掉 这样ADC换ADC的情况下 我觉得京东要是要转一点的 情侣这个时候应该 作用要比塔利亚更大一点点 这边全员搜索 来找这个螳螂 坏了呀 坏了呀 被发现了 发现你了 走不掉了 太坦一个大招 接盲生的天音波直接收掉 那这波感觉可以动大龙了呀 这波塔利亚也出来了 直接开动 这波看一下兰博的大招 能不能配合一下万豪 兰博大招能不能撒好 这波感觉要让了呀 没想去 因为过去的话 说实话去不了 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你过去 这条龙首先是百分之百拿不到的 其实你还要 以一个四个人来接一个五人的团战 这波受刷 风险太大了 不去是最好的选择 诶 没必要 你这波四打五 大概率也是输 看一下上一波的回放 怎么回事 盲生一个QQ到之后 直接一套非常流畅的 一体压马克的大招 直接收掉了 情侣 这个蓝buff又是自己吃 这个位置三个人选择蹲 蹲 蹲一个鳄鱼 鳄鱼开启一个大招之后 狠肉并没有直接被秒掉 下次先一个大招 踩走塔姆之后 又回到了正面战场 在这下坏了套波的位置 有点被分割开来 蓝buff大招撒得还行 盲生的位置 一个人切到了后排战场 直接把射击和情侣收掉之后 再把蓝buff收掉 回到正面战场 塔利亚已经把塔姆收掉了 本来是三吨一的结果 反倒被京东给包了 主要是第一时间没把鳄鱼秒掉 但说实话这个 这么肉的鳄鱼很难秒掉啊 那这波领换5之后 京东可以选择中路上高地 一波的话应该是来不及的 可以破中路和下 这边卡塔比还是出了探鱼九头蛇 可能感觉没位置了 因为盲生其实最后一个格子也是要留给真眼的 不然团战是没有真眼可以摸 这边一波5v5团战 盲生直接进去想秒情侣 情侣直接被吃掉之后 盲生回来自己状态非常的差 但是盲生身上还是有穿过的这一波 想直接越塔去打 万豪的W用掉之后 自己这波就算有非常多的怒气 但是还是不能开W 这波万豪要直接被秒掉之后 情侣往上面撤 但是所有人都追了他一个沿途没有突到 但是盲生闪现一个A条 一万个闪现 菜两颗门牙 只有剩下一个可怜的塔姆 盲生又是上来一个Q 看一下这个人头最后是谁的 盲生要Q进去吗 并没有Q到 那么可以恭喜京东今天是 哎 让一追二啊 是的 而且后面这两把追的都是非常 非常快 非常迅速 对 非常凶猛 就是打得非常的凶猛我感觉 恭喜京东今天训练赛这一场 也是我拿下了胜利啊 这两场 Kanavi这个盲生可以值得关注一下了 我感觉 有点亏他这手训练赛拿盲生 就是正赛拿不到了你知道吗 暴露出来了呀 太猛了呀 太猛了 伤害 哇 伤害仅次于泰坦这边 对 这把伤害已经拉满了 嗯 那这把MVP不用我多说了吧 不多BB 直接Kanavi 这主要真的太猛了 他这两把盲生 那一波小龙坑附近的 ET2 就ET3 ET3 ET3吧 对 非常的帅气 这把盲生打得 这把淘宝也 主要是淘宝 可以说是比较可惜吧 他前期其实是一个6-1的比分 而且他不会有点上 BP上有点上当了 就是 对吧 那个盐生选出来 就那时候 螳螂其实选来 就是野区我一打一 单载你塔利亚的 塔利亚的 因为塔利亚一摇摇到下路去 摇身一遍走AD路 就然后再选一个打你非常好打的盲生 你这个塔利亚就非常难受 这么一场训练赛 京东是拿东西了 对 还是拿了一点自己比较猛的英雄出来 对 还是有 我就说话 其实大家今天看这场比赛还是很过瘾 对 是这三场吧 感觉都一直在杀 这一场是太夸张了 就是两边人头一直在追 关键是谁都没有虚过谁 是 经济有差距 但是感觉两边打架 从来都不会考虑说 我们经济塔有差多少 我就要杀 就要杀 就有一波上头就一直追 我印象很深刻 直接是 奈特的蓝波已经被逼到了二塔的位置 一塔还在 对不对 还要再去追 就非要追到三郎那边杀 非要追到三郎 等到369过来了 这波是一级 亚高非常漂亮的卡两级单杀 下路就上头了 主要是差点杀 这波还是没有配合杀 这个沿途没突到 如果沿途配合上没有闪现出来 其实可以秒 是 这波就是你说的非常上头那一波 万豪过来直接拿了三杀 对 主要369这波 这个大招抱得好 直接把 快要把耐特A死的那个人抱走了 把耐特救了一手 直接还闪现溜溜球 这下子 这波又是在情侣出来 这波我觉得是这场比赛比较关键的一波 蹲到好的地方 对 在情侣出来的时候 在路上就把他给逮住了 对 这个情侣出来的瞬间 直接杀掉之后 这个情侣可以说 这一把就很崩很崩了 本来还说前期 前期是有优势的 主要是 这波是KASA的一波个人秀 秀觉非常的灵敏 在上面草丛先蹲死了一个 Roken 所以这波团队才能打赢 但还是那个问题吧 就是 如果你选出情侣加塔姆这种下路 你打到中后期 如果你这个整整个阵容 你另外三个队友不优势的话 你这个下路主要是 就只能提供辅助的作用 你并没有 并不能提出提供伤害 所以你能看到后期就是伤害完全不够 最后一波塔姆加上这边万豪和琴女想去秒 还是没秒掉鳄鱼的 我感觉这波 我想了想 不管是谁进来都秒不掉 这三个人确实是这样 只有Roken进来能秒掉 就他们这个阵容 只有Roken会进草会被秒 说实话Roken 其实不用三个人大动干戈去秒他 就Roken的话KASA一个人就够了 KASA一个人就够了 但Roken其实被KASA秒完 那波他很聪明 他不再会去进行一个落单的位置 他永远会跟着队友一起走 对吧 今天这个两点钟开始到现在为止 打满三个三场BOE 真的是大家大饱眼福了 把所有的这种 我感觉击杀场景全都看了 也不用去看什么精彩Top10了 就我感觉每一波都是那种Top5 就是我们经常会减Top5 对 都是在那里打架 大家平常天天在说 哎呀要不要不开赛 今天在看过瘾了 也要感谢我们Kanabi这一把毛生也是非常的秀 这一把 延续了两场MVP 这把伤害占比是30% 比上把更夸张 上把其实我看错了 那个23%才是输出 那个27%原来是扛伤 这把的话比上把23%的输出占比更夸张 30% 就你一个毛生能完成这样的话 说实话 所有队伍都应该给一个範围 给一个範围吧 我觉得后面3月9号开赛之后 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说说有点亏了 感觉亏了一分你知道吗 亏了一分那么夸张 就本来可以常规赛 然后一个BO赛拿个虾子吃一分 现在感觉很难能拿到真的 而且这个版本就是虾子的版本 就你所有进攻的打野都很厉害 你虾子背班也应该是理所应当的 你玩的这么好 而且其实可以看到两局比赛下来 就是这一把是京东的让一追二嘛 然后比赛下来都是 他不只是说盲森的一个操作非常亮眼 还有一种节奏带动的非常好 他不论去哪他都是三四二后行的 而且每次去都能有所收获 对他的节奏好 就有一点我有一波就是 我那波会说他可能要拿小龙去换上路的先锋 但他没有 他选择直接去上路拼这个先锋 而且让别人帮他打工了 这波他那波节奏我就感觉 哇他这个想法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他知道他那波只要过去 他就一定能打赢 是的那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今天两点的这一场 涛博和京东的公开赛的比赛 最后是京东让一追二 二比一拿下了涛博 那马上再不是马上比赛开始 马上在我们七点钟晚一点 大家可以吃一个晚饭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我们后面一场对决 是V5对阵 E-Sport的一个对决了 嗯